佛光照大地 乏洗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我们来看佛光人爱心不分国界 从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各地佛光人可以说是团结一心 来募集防疫的物资 援助当地的医护人员 同时也协助当地的民众 来挺过灾情 包括日前送上了1000多台的氧气机 前往到疫情比较严峻的印度 至今救援的行动不断 来看报道 给大家的平安快乐的生活 那么这就是佛光会的主持了 为了实践星云大师将人间佛教 深入社会面对群众 甚至超越国度洪化全球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1992年5月16日 于美国洛杉矶正式成立 只要是社会有需要的地方 佛光会及部分国界你我 尽力提供服务 一直以来佛光人所秉持慈悲与包容精神 更获得国际肯定 2003年国际佛光会正式成为 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成员 也参与联合国会议 分享在南非巴西与菲律宾 以教育翻转生命成果 每遇巨大的灾难 佛光人都及时投入 只要有需要伸出援手的地方 佛光人就挺身而出 早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佛光人就不断发起 一波波公益行动 当印度疫情升温 国际佛光会以最快速度 将1000多台氧气机 陆续空运到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 印度灾区及各大医院 缓解病患缺氧问题 为了实践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会理念 佛光人爱心足迹遍布全球五大洲 持续把大批医疗物资 像是口罩还有防护衣等等 送进各大医疗院所 甚至一般民众手中 谢谢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全球佛光人解体创作 让佛菩萨慈悲精神 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 这回海外佛光人发心要捐出疫苗 和台湾共体时间 也希望用最快速度 让本土疫情解除危机 INWAY是综合报导